其实光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是不同的 光在水中的速度只有真空中速度的四分之三 而它在玻璃中的速度只有真空中速度的三分之二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和介质中的速度之比是折射率 水的折射率为1.3而玻璃的折射率为1.5 而油的折射率也是1.5和玻璃十分相近 因此在玻璃棒和油的界面不发生反射和折射 显得浑然一体 于是就出现了玻璃棒在油中隐身的器官